Political present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林斌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圣经好好听》这一个茶经节目 我是芷珊,弟兄姊妹好 好高兴和你们一起来查考提多书 上一课跟大家查考过 司徒保罗教提多如何去设立掌路 和如何去分辨真假教师 在这课,即是第三课 我们会查提多书的第二章 保罗开始教导提多 如何劝勉一些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和不同身份地位的信徒 要有好的品德 是啊,教会的领袖 首先要有好的品德作为榜样 使其他信徒都学他们 当每一个会众都有好的品德 彼此配合,就能够赢取熟灵的争战了 中国人说,掌幼有罪 保罗就是顺着这个次序 首先向连掌的信徒提出劝勉 芷山帮我们读提多书的第二章 一和二节 好啊,提多书二章一节到二节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 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 保罗在经文的第一章 指责完那些假教师的错误之后 来到第二章 他再次提醒提多 要讲纯正的道理 也即是健全的教义 保罗要求连掌的信徒要有节制 在希腊原文 节制有戒走的意思 端庄是指一举一动 都要受人尊敬,不可以轻率 自守是有自我克制的能力 另外,还要加上信心、爱心和内心 我觉得保罗对老年人的要求很高 古代的人尊敬长者 时时都以他们为榜样 所以,年长的应该有好的品德 才能够带领年轻的一代 这样,保罗在这里 对老年男人的要求 是不是亦同对年长的妇女适合呢? 接着来的第三节 开始有个幼字 按照原文的意思 应该被翻译成为照样 提多劝勉年长的妇女 行事为人 都要与年长的男士相似 不过,保罗对那些年长的妇女 还有一个特别的劝勉 一起看第三至第五节 提多书二章三至五节 又劝老年妇人 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雪残言 不及酒造劳博 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 爱丈夫、爱儿女 紧守、精洁、料理家务 待人有恩 信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被委绑 仕途保罗首先劝勉 那些年长的姐妹 他用了年老妇人 去形容他们 在举止行动要恭敬 意思是否说 他们对任何的人 都要恭恭敬敬呢? 那又不是 这里的意思是 年老妇人的举止行为要端葬 要有好的见证 是值得大家尊敬 和爱他们的 保罗跟着说 他们要尽力去避免 两样道德上的败坏 就是不搬弄是非 和不于酒 如果得闲无事 说三道四 真是难免会谣言满天飞 讲得明白一些 即是不要做长舌妇 保罗曾经要求做长老的 不要饮酒之事 又要求老年人戒酒 现在又吩咐年老的妇人 不要做酒的劳博 看起来 饮酒过度这个问题 在隔壁底相当严重 喝酒过量不单只会乱性 还会无事 对身体也不好 对长者来说 瑜酒更加会伤身体 保罗也劝勉那些年老妇人 要做好的榜样 教导那些年轻的姐妹 去做一个称职的妻子和妈妈 由此可见 年长姐妹应该做的事 不是讲闲话 好管闲事 而是在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上 成为虚心的辅导者 你说得很对 芷珊 在婚姻和家庭上 保罗有什么重点呢 我觉得保罗的重点 在于粗练爱心 也就是说 年轻的妇女 需要用爱 来服侍丈夫和儿女 没错 爱是需要付代价的 讲就容易 做就很难 年长的妇女是过来人 很应该用自己的经验 去帮那些年轻的姐妹 用爱心去服侍 除了爱丈夫和爱儿女之外 结婚的年轻姐妹 还要做什么呢 还要做紧守 精洁 聊理家务 待人有恩 和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些年轻日结婚的姐妹 需要培养的品格 多数都是和家庭有关的 例如 紧守和精洁 是指行为检点 忠于自己的丈夫 聊理家务 当然就和家庭有关 而待人有恩 就是指对人要仁慈 这点对一个家庭是很重要的 试想下如果一个女主人空神恶杀 还哪有人会喜欢去她家呢 紫山是你说的 最后一样就是信服自己的丈夫 这一点是保罗在所有的书信里面都一再提醒大家的 保罗的意思 不通叫那些做妻子的 要无条件地听丈夫的命令吗 这样做似乎不是很公平 你放心 保罗并没有对姐妹不公平 大家一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八节 保罗认为在基督耶稣里面 男女是平等的 保罗担心当时有些基督徒的妇女 认为自己在基督耶稣里头 因为和丈夫平等 所以就不再顺服丈夫 甚至认为自己已经自由了 于是乎就不愿意担起头家的责任 紫山 你认为结果会是怎样呢 结果一定会被人家批评 教会以外的人很可能误会 以为这种就是基督徒得到的教导 还会影响福音的传播 你说是吗 是呀 所以保罗一再劝勉那些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以免神的道受到伤害 在讲完对年轻姐妹的劝勉之后 我们暂时就要停在这一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